我沒有經歷過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以前都會認為什麼事情我都會認為 很氣啊 會來鬥嘴像跟Toys這樣 我都會很急躁啦 當然現在還是很急 可是心態完全不一樣 你說仇恨嗎 真的還好 因為你眼睛一閉 輸跟贏好像已經不是那麼重要 有人相信我們就可以了 畢竟我留了那麼多影片在上面 我人生其實很直啦 我這次回來 我把我的人生後事都交代清楚 反倒是我想要勸戒管黑啦 你們如果今天把 你們來對付我的這個 時間 你拿去賺錢 或者拿去培養第二專長 你可以獲得得更多 因為我爭議時後思想會不會到另外一個層次 脾氣也會會 可能我沒有 經歷過這一段 2020年8月 28號 晚上1點 這個要一輩子記得 我沒有經歷過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以前都會認為什麼事情我都會認為 很氣啊 跟人家鬥嘴像跟Toys這樣 或是說自己生意上啊 怎麼樣啊 我都會很急躁啦 當然現在還是很急 可是心態完全不一樣 楊跟Toys吵架 我就真的把他當作是一個 吵架 你說仇恨嗎 真的還好 因為你眼睛一閉 輸跟贏好像已經不是那麼重要 有人相信我們就可以了 吵架就慢慢吵 譬如講說以前啊 他們想得我神奇 現在就還好 如果你經歷過了這些 你就會覺得說 如果有一天 畢竟我留了那麼多影片在上面 我人生其實很直啊 那畢竟 至少我們走了 大家還會懷念我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是怎樣 有一天 我們就努力一天 真的怎麼樣了 畢竟不知道誰又要殺我了 或什麼 你也要看爛他 不是說不怕死 我也沒有那麼英雄不怕死 只是如果再聽第一次的話 你就沒有那麼害怕 因為為什麼 畢竟怎麼樣 畢竟 我這次回來 我把我的人生後事都交代清楚 如果發生意外的話 公司應該怎麼辦 他們都知道怎麼做 我老婆應該怎麼做 我都有交代 所以你知道嗎 當你這樣子反而做事比較輕鬆 你已經很釋懷了 那在生意面上 你只能說 我們盡量把東西做好 反正是我想要勸借管黑 你們如果今天把 你們來對付我的這個 時間 你拿去賺錢 或者拿去培養第二專長 你可以獲得得更多 你過幾年喔 回過頭來看你以前在做的事情 你會覺得 我是不是浪費很多時間在 仇恨上面 你如果拿這個經濟去賺錢 甚至 講難聽一點的嘛 那麼會打字 去當個翻譯 轉譯 或是現在影片有要矯正字幕的 一部這樣外接 也可以賺個幾千塊 一天 一天多賺一兩天嘛 努力一點 把你聽我的時間拿去翻譯字幕 或是做一些工作 網路上面的長才 我相信你可以賺多少錢 我相信那個我會不會 像是在範圍 不一樣 不一樣 我相信 你沒有覺得